在较早前我启德发展项目的预告片之中 曾经提过最早开卖一定是维港一号 由中国海外发展的项目 果然第一炮非常响亮 价钱相当触目 还要便宜过The Henley的十几百分比 真的应验过一句 不买都来看看 上楼得就怀着 怕死吃虧的心态去看看 整个启德项目千亿基建之中 旧启德机场跑道第一炮 发展项目维港一号 发展商中国海外 单位数量1059个 面积由329尺到1793尺 包括有一房至四房 还有特色户 车位置提供158个 关键日期2023年3月31日 职楼梁旺固建筑师香港事务所 发展商、承建商、管理公司 都是中国海外相关的集团成员公司 去到这里 做个二次创作给大家看看 从航拍画面加上模型图 大家可以更清楚 更有距离感 看着观航方向那边 景观变化最小的 很多一房和两房的小单位开绩 都是面向不过和铜锣湾海景方向 但可惜 全部都被窗内前面的单位遮住 即是无境 另一方面 露台设计就不是很理想 外形好像摔三岭那样 出现在深绿色和浅绿色的一两房单位 如果两个单位业主 一起站在露台向外望 大家有机会微微望到 有点尴尬 相反地三房就没有一个问题 我在市场上听到很多人谈论这个三合一露台 说政府改了例完全都是五道市民 实际是只是在保养及维修通道的规定里面 从保障工人安全的角度引入新的条文 去改善现行的法例 没有赋予到屋宇柱的权力 自此以后 认可人士如果能满足到保养及维修通道的条例 而入职 屋宇柱都有可能批击 希望专业的从业员 好好跟你身边的客户讲解 令你更加专业 好了 我们讲回楼书 在楼书里面 这部冷气压缩机可以是四匹五匹六匹 整个单位所有的命物靠这部压缩机 先讲三房单位 那什么意思呀 是一部压缩机放在室外的 而四部 Indoor Unit 即是出风那个 就放在房间和大厅 夏天鬼那么热 谁人都开冷气 我管你住海边还是山顶 晚上睡觉就开房冷气 日头就开厅冷气 简单来说如果星期六日在家 即是24小时 问题就出现了 三房就拖四部 两房就拖三部 一房就拖两部 那拖法越拖得多 Compressor就越容易死 就好像一个爸爸 养着四个化骨龙 如果爸爸头晕生气 吃粒Panadol 没问题 继续开工 如果爸爸塌了 全部人没钱开饭 立即停工 那你明白我的比喻 你整家屋即时没了冷气 我建议你在启德发展区 找回一间酒店 过回一两晚 好过 又是上楼得二次创作时间 一个维港 一部阿叔机 所以大家不要被误到 以为维修费会很便宜 由于这样的设计之下 维修频率就会提高 还有 在一个冷气系统之下 只要任何一部 in-door unit出了毛病 可能整个系统都会停顿 那些三房加上储物室单位 更严重 我们拿回规划大纲图的资料 在今次项目的左右前方 都有不同的物业 可能遮挡了一个景观 而这五幅地 上面圆圈的位置 就是他们的高度限制 之后物业的左边和左前方 高度限制是95米 而本身项目的高度限制是110米 而相差的15米大概在新楼之中 四层楼左右 所以物业向南 楼层大概在32、33楼以上 景观上 应该可以跨过将来4C3 新铜基的地盘 和4C4 未建出来头那块地的最高点 可以远望到 李渔门太古城那边方向的景观 大家可以参考画面上的影像 深蓝色的可视角度 至于望回东边 观塘内海、避风塘那边 大家可以参考回 橙色的可视角度范围 我们说的比较受惠是 2A座的700多尺 和1A座的600多尺的三房单位 另外1B座的454 和564的两房单位 再加上598尺三房单位 都可以 不过都有条件 由于前方有个叫做 低层营海大宅 很多高度 所以特别有机会影响到 1A、1B 所有的9、10楼以下单位 不要说我不提醒大家 如果要购买1B的B单位 即是564尺的 将会给隔壁的地盘 4B3 由四大财团发展商发展 黄白色Label 这个建筑物 阻止你的窗景 但由于现座看不到 高度有多高 只可以提醒大家 和大家看第二座B 没有改动的28楼J室 两房单位 过了大门口 就是两个分开了的开放式厨房 为了安放一些家庭电器 迫着要两边摆 作为一个厨房 功能上 地下一般都用砖 但开放式厨房 很多发展商都仍然留下 细细的麻石或云石 造化地下 就是预计 有些水点跌下去 都容易清洁少少 但这个商楼面的厨房 在使用上更容易 增加滴水风险 用家的小心特别留意 虽然楼板与楼板之间 是3.125米高 说的是整个单位最高点的比较 但不看示范单位 你绝对不知道 横梁摆入位置 我用一个经改动的示范单位 放在画面上的上方 下面是没有改动的 给大家作比较 连发展商都要修饰的横梁 你就知道发展商怎么看 横梁这个问题 是直接伸延到露台 上楼得都不是高 矮仔一名 手短脚短 伸长只手 多只手掌位 差不多碰到顶了 可想言之 即时令彩光度低了 站在露台 压力压力更大 房间方面的横梁 可以接受 大家也可以两者比较一下 露台顶部 是我估计 大部分的气体出风位置 亦都因为这样 喉管要藏在横梁里面 潜在买家 如果收楼之后 不妨想想 可以把这个木楼改小一点 减少个压力感 洗手间方面 大部分都正正常常 旁边都加一块玻璃 做挡水 要加分 但扣分位 就是浴缸下面的收口 这些就是好整不整 看完五个示范单位 里面多过五个座次 座次来水没有杂制 就是第一次见 不知是否有黑科技 或者有看流眼 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 最后看完两房单位 2A座 28楼H室 实用面积 774尺 又加上极常见的 1622尺 工作平台加露台 三房单位之中 两个主人房 一个主人套房 连洗手间 全部都正正常常 主人房 留了一粒位 可以预留做衣柜 作为一个700多尺三房单位 有两间功能房 必须要留意 第一 客厅洗手间 不知大家去到现场看示范单位 有没有留意 洗手间这道门 做小了 当我走进去 有以下体验 我实测试了 你们去到有没有同样感受呢? 洗手间非常窄 要缩起脚才开门 第二个功能房 就是厨房 用的欧洲名牌厨具 不用多说 大家都知道 我已经站到最后 从两边拍的厨房 你感受一下画面 企多两个人 你已经觉得逼 用三房面积的比例来说 这个厨房属于小 轮到露台有烫窗设计 明明有一条金属柱做支撑 都不明白为什么 一块固定玻璃 要做多个框给它 我估计是安装设计问题 一块独立玻璃 如果扎上门框上面 是比较容易安装和运输 多了接驳口 就容易增加 二入风入水的机会 今次真是猜不到 因为片场和时间关系 有另一个版本 在会员频道内播放 有兴趣可以加入看看 加入会员连结 就放在下面说明文 如果你觉得这条影片帮到你 记得分享给你身边的买家 另外上楼的另类看法 如果你喜欢 记得订阅 之后所有旧启德跑道物业 你也想知道 记得按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下条影片见 拜拜